11月2日到4日,坦桑尼亚联合国国家总统哈桑去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他是二十大之后第一个去访问中国的非洲领导人 而非洲的关系比较好,其实背后离不开中国企业,在非洲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检探铁路,另外就是最近也有一家公司在非洲 特别是坦桑尼亚也做了不少的工作,而这个公司叫做 叫做Startime 四达时代 其实他在非洲主要是做一个数位整转的行业 而这个四达时代也做了在坦桑尼亚和其他国家做了很多事情 而最近这个观察者网就访问了这个四达的两个高层 一个就是马超、马兆勇是公关总监 另一个就是四达公司的副总经理唐敬宇 其实看一幅图就知道了,唐敬宇这幅图就在2017年前后 他和哈桑总统在坦桑尼亚拍摄的 他就搞一些公益活动这幅照片 当时他就去支持当地的一个女子学校 为这个学校他就捐赠了一些钱和一些投影电视给这间学校 而在非洲当时来说投影电视也很厉害 不太容易买得到的 其实四达时代开拓非洲已经有20年历史 他们在当地做的就是在B2B的就是 一些数位整转这些基础设施 而B2C就是去到客户端的就是一些文化方面交流的领域 他除了在坦桑尼亚之外 这个四达在非洲其实有30多个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而他是在1988年开始建立的这间公司 他们所谓的,刚才说的他做了什么 包括了一些频道的信号传书 节目制作、这些谎言的配音、人员训练、社会公益活动、疾病预防等等 所谓的数位 刚才提到的数位整转是什么呢? 其实简单就是将当地的analog 就是类比的通讯方式 转换成数码化的数据通讯方式 即是等于我们当年有没有印象 就是说无线好像很隆重的 有一天将取消这个analog的转播 转成一个数据的播放 而坦桑尼亚就是非洲第一个完成数位转整的国家 而这个数位转整的推进过程和成果非常受当地政府重视 因为这个给非洲人民、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其实在四达进入非洲之前 当地人看电视 我相信老人家都知道 看电视有很多说话的 那种类比讯号 而且电视只有三个台左右 很少的 而开始这个数据转整之后 用户可以看到最少25个频道 另外清很多 另外电视的费用 当时没有数据化之前非常高 如果你想看数据电视 他们要买一个机顶盒 一个机顶盒是200美金一个 而且每月还要交47元 美金左右的收市 而对老百姓来说 我看数据电视是一个非常奢侈品 而在四达做了这么久 他们做到现在一个机顶盒是20元美金就买到了 另外 你那些有线电视的接驳费 每个月可以 两个半到三美元 一个月已经搞定 所以当地的居民 当然便宜了这么多蜂蜂而至 另外也迫到其他竞争对手 在价格上要大幅调低 从而推动了当地的数码电视行业的整体发展 令到当地的坦桑尼亚这些 进入一个大规模的普及时代 数码化 另外数码转整被坦桑尼亚本地电视台的频道 亦都涉散了很大的经营成本 因为还在Analog 的时代 他们的电视台需要建设自己的发射站 而每个发射站当然都要给很多钱 很贵 当这个数字化之后 就少了很多这些问题 当地的频道只需要使用四达 像这些这样的飞碟 就已经可以传输那些数码资讯 他们就可以把资源集中在他们的制作上 以及在节目上 类比Analog 的时代 升级的数码化时代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就是在Analog 的时代 一个频点只能传输一套节目 而一个频点就是所谓的 这是比较技术性的频率的偏好 所以大家知道 GSM 900 上面一个频段有124个频点 而在数位转正之后 一个频点最少可以播放25套节目 你想想可以放到多少个节目 除了看到非洲国家电视台之外 包括纪录片、电视剧、中级什么都有 如果大家有个机顶盒就知道 我可以看到整千个不同的电视台 这样能够提升到非洲本地民众的文化素养 提升到整个社会的资讯 接入水平和教育水平 另外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很多贸易的需求 其实是通过国际频道和新闻频道来发现 这个无形之中 促进了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往来 在2007年开始 四大时代 先是在奴旺达、内吉利亚 刚才提到有30个国家 做了一些落地营运 服务数位电视和互联网频道 使用者超过4000万 拥有的社交媒体粉丝还超过1500万 唐敬宇说中国电视剧在坦桑尼亚很受欢迎 包括欢乐众、花千骨、西游记、扶妖等 现在已经有125部中国剧在非洲播放 当然他们在坦桑尼亚播放 当然他们不懂国语 这就配音了 原来不说不知道 原来内地的知名演员 好像海青、刘涛和乔欣这两位女士 在非洲有很多粉丝 他们还去过坦桑尼亚 举办粉丝见面会 很夸张 另外四大在当地开通了中国环球电视网 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 还有CNC的新华网路电视 旗下24小时的中文电视台 这些信号都传到非洲大陆 由2017年开始 他们借了一个叫做影视大逢车的专案 他们深入非洲的乡村地方 亚田播放中国的电影 令到非洲民众认识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了解中国的模式 在2016年和2017年两届的配音大赛里面 就是刚才那个 原来有2000人参加这个节目的海选 四达通过这些节目 就选了十几个参赛 去到北京总部去做一些配音的工作 给当地人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 现在四达海外员工 在当地的语系化 譬如说你去到坦桑尼亚做 一定要吃坦桑尼亚的语言 去到九成的 不少的本地员工 都是一些担当重要的领导纲位 而马兆勇总结 令到每一个非洲家庭 可以买得起 看得起 看得到这个数位电视 是四达的独特竞争战略 而非洲人民透过电视 社交媒体 这些广泛和深入的接触 接触到中国的文化 了解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可以在潜移物化里面 促进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友谊 接着就来讲讲乌克兰这方面 最近纽约时报 乌克兰打仗打了二月二十四日 打到二十四日 打到八个多月 大家开始有些人 当然有些厌倦 原来美国的内部 也开始有些分歧 在纽约时报 最近则登了一个文章 说美国的高层 对于是否和乌克兰 战场上究竟是 在港和谈判好 因为继续打出现了些分歧 报道说美军的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就是右边这位先生 敦促这个要进行谈判 而拜登和其他的顾问 认为现在谈判还是为时尚早 美利说 乌克兰在冬季到来之前 已经拿到一些合理预期的成果 所以他们应该努力在谈判桌上 对这应该巩固 而且应该去谈谈和俄罗斯 其他高官虽然认为 这个战争最终都会通过谈判解决 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都没有准备好谈判 时机未成熟 这个美国不应该被视为在乌克兰有些战争上的势头好的时候 向他们施压 迫使他们后退 暂停这个战斗 也会令俄罗斯有些喘息的机会 报道说有官员认为 米利一直强烈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问题 米利说俄军正在挖战毫 并捉起坚固的防线来为冬季做准备 而他们从黑尔虫撤退 似乎建立了一个更具防御性的地位 而冬天到来的时候 战斗可能会缓和 但这个可以为谈判提供了机会 米利引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 就是说当时进行了很多年的在豪沟战 大家挖在那里挖在那里 互相斗射 那领土就没有什么变化 但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有很多人 造成一个毫无意义的伤亡 而目前的状况就是俄罗斯总统的新秘书 佩斯科夫在7月7日就说 俄罗斯对于和乌克兰谈判仍是保持开放态度 但由于这个乌克兰在立法层面上设置了和俄罗斯方面接触的障碍 目前俄乌谈判没有办法进行 而据俄罗斯的消息报的报导 就说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近日就说 乌克兰方面已经为和俄罗斯谈判做好准备 不过有个前提 俄罗斯那边一定要满足一些要求 包括对于乌克兰进行赔偿 以及使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 这些狮子开大口 这些似乎反映其实扎连斯基对谈判方面 其实没有太大诚意 自从俄乌冲突在今年2月爆发以来 美国已提供军事援助这些多种方式支援乌克兰 俄方多次对这件事表示反对和警告 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洛夫在11月11日才是星期五 接受俄罗斯的消息报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如果美国真的想结束乌克兰战争 其实拍一声打个手指向头已经做得到 因为乌克兰的基辅根本就不敢 违抗华盛顿要停战的指示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发生 而美国仍然在继续鼓励乌克兰领导人 发表战争言论并推动战事升级 安东洛夫又警告美国 他说你不要再在乌克兰冲突上搞局了 美国介入乌克兰冲突 其实就不符合美国自己国家利益 而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正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危机 暂时就没有缓和的曙光 他又说俄方已经多次召会美方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一个错误的举动 并指出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可能会落入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的手 不过我相信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其实就不会太关心 因为军火商卖出来的武器最终去到哪里 就不是他们考虑之列的 反而从商业角度来看 世界越混乱越多仗打,生意越厉害 美国其中一间很大的军工公司 雷神公司的总裁凯耶斯曾经说过 我们不会为制造武器道歉 这是一门好生意 他甚至接受媒体访问时还说 未来几年都将会有一个好的生意 大家估计一下 美国政府是否需要看美国最大米饭 班主的脚头呢? 我就让大家想想 大家好,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也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新节目10分钟看中国 每天用10分钟告诉大家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对看 现在很多媒体比较少说中国的新闻和细分析 而且多数都是说负面的 少有说正面消息 叫年轻人每天抽10分钟 看石楼台新节目10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 Server 作词 fella